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因为我们结婚之前就是在忙碌 她也非常了解 后来太太辞掉了自己的工作 在公司料理一些公司的事情 打理公司的一些事情 然后去年的时候 去年八月份 我们还刚刚添了一个可爱的女儿 所以太太更多的时间是拿来陪女儿 最近我是全亚洲到处飞 太太说这样也不要太辛苦 这个太太觉得就是有助理 有助理虽然能够把我照顾得很好 但是太太觉得在身边可能会更好 所以她有的时候也跟我飞来飞去 所以比如说这样这一趟来到马来西亚 是 这一趟来马来西亚 对对对 感觉很棒这样子 是啊 是啊 感觉就是太太有点辛苦 那看起来这个太太也影响你不少吧 是 她影响我很多 这个举例 我太太是一个我课程忠实的听众 对 她会完全站到这个听众的角度 去帮我分析哪个地方讲得比较好 哪个地方可能讲得过于硬 这个没有 别人没有办法接受 毕竟这个忠言逆耳嘛 对 她会毫不客气地 她全部给我提出来 我觉得这是第一个 她是一个这样的角色 第二个 在幕后 她可以帮我出一些讲课的非常好的点子 第三个 她可以帮我搜集一些很美的一些案例 对 第四个 她把听来的一些 就是别人对这个课程的一些意见和建议 及时地传达给我 第五个 当然就是这个好的妻子 也照顾我的生活 所以说 她是这个一个人的多种角色 对对对 那其实我也很好奇 好像讲师大家都觉得会比较严肃 或说比较理智和理性的 那在谈恋爱的时候也是这样吗 我觉得有的时候 生活和自己讲课 有的时候我最初认为这是两回事情 对对对 因为讲课是一种状态 可能回到日常生活又是一种状态 但是后来讲课 讲到自己蛮有名之后 我发现其实是一回事情 因为这个一个老师 最重要的我觉得是身体力行去影响到别人 这是最重要的 所以说如果你的生活很糟糕 你怎么可能去帮到别人幸福 对如果你生活一塌糊涂 你怎么可以去教育那些成功者 后来我发现这是一回事情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